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拉面 我又来了 最近我看很多人在用瓜子做各种各样的美食哈 今天我一想来尝试哈 瓜子究竟能够做出什么样的美味夹芽哈 开干 大哥 我来大火了喽 啥啥喽 今天要剥10斤瓜子 你把头一喽等我剥完 你把头到剥完喽 来嘛 开干 参加一口 参加一口 啊 这瓜子还包我满 是不是在口腾嘛 不吃时间 真的够了喽 不要不得了 真的真的够了 哎哟 第一个菜 瓜子可可香 还有两种口味 准备青黄红彩椒 先改条条 再切可可 再切点葱花 一把虾皮 大哥 点火 要得开干 来看 烧油 五尺一碗下到葱花 下到青黄红椒 下到瓜子 然后放到虾皮 少许盐巴调味 几斤 一点蚝油 药出来起锅 好 瓜子可可香完成 第二个菜 瓜子仁鸡蛋饼 准备三个母鸡蛋 加盐 烤山 烤山以后放个瓜子 瓜子不能泡酒了 倒入鸡蛋 煎老一点再翻面 一二三 另外一面就不要煎老了 回起锅了 最后点准点香葱 瓜子仁鸡蛋饼送给大家 瓜子吃法第三种 瓜子寿司 铺上海苔 铺上冷米饭 铺上黄瓜条 红萝卜条 酸萝卜条 瓜子仁 夹到条件好的 再来点肉松 再卷起来 我吃吃果仅 再干净球 再来点沙拉酱 这样一份瓜子寿司送给大家 来哦 安海青鸡 要得开干 来马上整个这个熟细 你看这个冷米饭的东西煮你好吃的 哈哈哈哈 冷米饭的这个 真的好 我一天就看了你看了我 嗯 你吃了 你吃了 嗯 炸黑了 你拿着瓜子 你瓜子吃得非常香 咖喱喱喱喱喱喱 吃了煮出来吃过这个煮菜 烤烤香的鸭 嗯 嗯 这个口口香的这个锅子的脆香味哈 口感当成半款一样 我觉得这个菜 锅子在最后方是最好的哈 全部完 全部挑完以后 再把锅子下来炒两下去吃火 嗯 嗯 这味香的很 嗯 这个鸡蛋除了鸡蛋的香味外就好了 现在就全部是瓜子的功能哈 加起来还是高脆高脆的 瓜子下了单元以后就马上要下锅 如果跑久了以后就是绵的了 刚刚那香味啥老狗 吃满意 这个里面就吃 哇 鸡蛋好吃的来 嗯 这个晚上啥饭的好吃 你看我今天没没饭的 这是寿司哈 把这边精神的米子拿来做瘦子了咯 哈哈哈哈 看完这个视频 你们对瓜子还有啥子 烹饭方法哈 欢迎下方留言哈 我们一起讨论哈 哎呦这个瓜子也咋样 嗯 应该可以 哈喽朋友 今天视频在那儿了 如果喜欢瓜子小父老人 请关注我们 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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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 我们再次玩 shoulder 肯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